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宇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來看一下投資必修可 哎呦精彩了 我今天要來聊房市房產 又愛又恨 是 真的是又愛又恨啦 到底要進場房市 真的好高喔 還有肉可以嗎 還有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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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肉衣 今天要請到專家透露房價的轉折點 在這邊是轉折點什麼意思 所以會有轉折點 是這個價格還是時間 我一定要考考教授一下 不是考考啦 你們是教授考我們 好不好 我們來跟大家講 來看三位專家 來來來 第一個 第一位何經理分析師 經理哥好 大家好我是居立老師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股票的嘛 對不對 我今天講房市 我就還是要認識一下 我就偏偏要講股票 大家最近都在看什麼 看什麼 元宇宙嘛 對 這看著還不知道 我以為是天馬欣賢嗎 我以為是聖鬥士星星 對啊 我也在想啊 我帶了這個 燃燒我的 燃燒了我的小宇宙 我一直帶了這個燃燒我的小宇宙 之後我看到 這樣子你再講一下 你都沒講這句台詞 說幹嘛天馬劉欣賢 你不懂嗎 是 因為我燃燒了我的小宇宙 帶大家看到新的元宇宙世界 大家只看到宏達電 威盛跟陽明光 我告訴大家 我又看到另外一檔了 什麼 大學光 因為一直帶著一直帶著 大家會近視眼還有青光眼 對 所以 大學光 這跟飯地場有關係嗎 沒關係 我只能大家講元宇宙 我就故意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孩子不要了 那個坤仁喔 下一位是坤仁 坤仁你們覺得 給坤仁介紹一下 我覺得坤仁不公平 畫面都給他就好了 好 陳坤仁分析師 大仁哥好 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一定要強勁 你想得很成功 對飯地場什麼想法 有沒有要進軍飯地場 我很想買 我想換榜 因為小朋友快要長大了 那就 要在更大空間 圓宇宙買房吧 圓宇宙嗎 圓宇宙 對圓宇宙未來可以沒有 幸好你是燒給他 不然他會黑黑黑 我們就說 我說他在這個世界買房 圓宇宙的世界 欸 韓國就是這樣子啊 打房打到打不下去啊 就買圓宇宙的骨皮啊 圓宇宙的反地場啊 好不好 這個應該那個 教授只有觀念吧 好不好 我們第三位問一下 好 我們才已經教授了 現在在 在這邊講還是上去講 好 那我們就直接歡迎 我直接上去是吧 好 那我現在就 來跟大家稍微先聊一下 是 那個基本上 我今天剛才在這邊做了好久啊 一直在聽前面兩位分析師 兩位帥哥講的一些故事啊 其實我也學很多東西啊 波比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財經教授 我們偏重的是比較是 好 教授您過來一點點 OK 其實我們反而偏重的是 比較是股市的投資 好 我們教人家怎麼基本分析啊 或者一些技術分析 但是房地產實際上 還不屬於財經系 它是產業經濟的 不過可能跟我的興趣有關 不過先聲明一下 剛剛主持人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房地產很多人又愛又恨 是啊 其實股市也很多人又愛又恨 而且我分析啊 股市是個短波操作 它風險是很高的 其實比房地產還高 房地產趨勢就我來講 其實房地產趨勢很好抓 那至於房地產趨勢 但是它比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是重大投資 所以一個人一生 可能買不了太多房子 所以你資本非常窮後 或者你有很好的關係 就譬如用貸款 諸如此類的 所以我覺得房地產 你好好的仔細的去了解一下 這個市場不難 那剛剛講到轉折點 其實這樣隨意的轉折點 以目前台灣的現況 你要讓它轉折點 實際上有它的困難度 為什麼 我們隨意的轉折 可能是從下到上 或從上到下 它其實是一個持續向上 頂多是什麼時候稍微停平擺 然後再往上 頂多是這個樣子而已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簡單分析一下 好 那我們看一下台灣的房市 這個台灣房市的現況 我們大家都知道 人口比較密集的都會 或者地區有沒有 那房市的鋼進需求是存在的 而且是永遠存在 那什麼是鋼進需求 我想這個大家去了解一下 就知道 那麼因為大家就是 需要房子去住嘛 那重點就是 當這個政府呢 就開始需要用一些政策 來維穩這個房市 那當然他們所謂的打壓房市 但實際上 打壓是希望價格能夠維穩 然後讓這個所謂的住者有其屋 那當然這個政策 這個施餘就是必然的對不對 可是這個政策祭出之後 重點是它有沒有對症下藥 我講這個下藥有沒有對症 這個很重要 實際上很多人就在問 這個房價打回去了 那會不會 這個房價是不是有可能打回到 大家買得起的這個位置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 基本上很難 那我們知道楊金龍 今年也講了一些話 那在什麼時候呢 就在今年9月的時候 那9月份 在9月底有一個會議嘛 當有委員問這個 我們的現在的行長 說那現在很多人民眾關心 這個價格有沒有回復 有沒有辦法回復到 大家買得起的價位 那答案當然就是 其實就不可能嘛 因為台灣的房 台灣的房價薪資比 在全世界亞洲是 以前只屬於香港 第二高 而且還沒有算那個虛頻 對沒有錯 台灣這個講虛頻 這個是 我們台灣都很詬病的啦 你去日本買方 去買下方 買方你會發覺沒有所謂虛頻 就是必新十平 買一百坪 還不只它是必新十平 是挖牆壁的中間 它還不會連外面都算進來 它是非常實在 而且陽台啊 什麼中庭都大陣送你 你知道嗎 還是一樣有一些公司 它就送你 所以我跟你講在台灣 這個所謂的瓶 尤其買新屋 你一定要注意這個瓶數 你買到的時候 實際上你可能只買到了 三分之二 甚至更低 好那我再回來講一下 這個堆增價要打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一般人 當然一般的小民眾 我想普民 最希望是回復到原來的價格 讓大家可買 所以當委員問到了 這個央行長說 會不會回復的時候 他很簡單一句話說 這目標太難 我想還是上業好不好 他講這目標很難 一直都沒有辦法達到 那這個答案非常清楚 那有沒有辦法達到 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你現在發現 現在年輕人 真的非常難買房 因為年輕人現在的收入 除非你非常有專業 或者你在某一些機構 有非常高的業務獎金 諸如此類 否則以現在的房價輕支比 雙北有14點多 全台灣是9點多 你去看一下全世界的報導 台灣真的是RANK在非常前面 好 這個是一個重點 那再來就是 現在年輕人靠什麼買房呢 他沒辦法買的時候 你會發現 都是漲一倍 或在漲漲的一倍 他是這個台灣在經濟復蘇 台灣前煙角木的那個年代的父母 他都有房子 怎麼樣 台北市都是有主人的 我懂的 這些都是要買房地 年輕人漲的主人 要買房地產這兩個 一個是靠漲一倍的 一個是靠股價漲一倍的 好 再買房地產 沒辦法 是 沒有人笑話 是是 我想說 這個 你說買這個就不叫買 就可能是接續以後 接續這個 像這個他父子被 或者爺子被他的房子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有很多是這樣 但要看自己如何去 當你家裡如果不是一個 就已經可以流產 日產給你的人 你要怎麼樣去看好 房市的未來 我覺得這個就非常重要了 好 那我們現在再往下看一下 那麼 剛剛講這個 人家說 到底我能不能回復原來的位階 讓大家可以買 當然他說這目標很難 一直都無法達到 可是那你為什麼還要頻頻出招 做所謂的打房政策呢 其實答案非常簡單 因為這裡面 房價在你把它炒高之上 我們講用這個字叫炒 為什麼會炒 就是有一些所謂的短期操作的 短超投資客 或者他資金就算不夠 他看得到 他是有一個市場的宏觀 或者先期趨勢 能夠看得到市場走勢的人 他可以用不是自己資金 用銀行 或者怎樣借貸的資金 尤其現在非常低利率嘛 用借貸的錢來做 所謂的杠桿操作客 我把這稱為叫做短超投機客 和這個杠桿投機客 那你知道這個 房地產你只要做的對方向的話 那個capital gain 就資本利率是非常大的 我懂 所以這從中可以獲利的一些 大的一些 即便他不是金主喔 他用銀行的錢來做操作 這個很多 我懂假設你買一千萬的房子 你本來賺一百萬 可是假設你現在可以代九成 你變成是一百萬賺一百萬了 對 那就變一百percent的報酬率 本來十percent變一百percent的報酬率 對 十萬就賺一百萬賺到一千萬 這樣 諸如此類 就是 不是 就是你若是一百萬賺了一百萬 你實際上貸只有一百萬 你就賺 這個百分之百 百分賺十percent變一百percent 沒有錯 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個杠桿操作嘛 就倍數放大 所以你買那個期貨 所謂的你只是腳五趴的保證金 諸如此類放大幾十倍 有時候你用杠桿操作 你去銀行借貸 你可能這個獲利的機會還很大 教授我想問 所以 不好意思 我先問一下 您覺得這樣打房 每天在給你打什麼修正前修正後 然後幾層四層五層 然後反正這樣子 一樣那個韓國打了二十一次的房 越打越高 是 台灣現在看起來是不是如此 我跟你講不打更高 打了以後總會壓抑一些 我懂的 他們只是用結果來告訴你 好像過程是錯的 因為 對 因為那個 我剛剛講鋼鏡需求存在 我們只要看到這供需 需要有房子住的人 那這些尤其年輕人又撐了很久 一直在等房價 能不能稍微回來等 實際上這種人越來越多 所以這種鋼鏡需求很嚴重 待會再分析一下一些 哪些原因造成的這個房價還會漲 有內在原因有外在原因 我先講一下 既然講到央行打房 我必須說 央行打房 頻頻出招是有非常多方式的 光我們講說 我想從奢侈稅 到了2016年的房地合一稅 我想房地合一稅 1.0版就打掉了非常多 我剛剛所謂的投機客 因為他當時就用非常高的稅率 你想要賺這capital game 一年內我磕你45% 兩年內磕你35% 請問你做這種短鈔 因為那個有資金成本嘛 你能賺多少 你其他的成本再扣掉 實際上你賺就有限 房地產買房子的成本 比想中多很多 總是有一些成本 不管你中間的一些中介費 等等的很多的費用 是啊 那我現在要講 還有甚至你要裝房 你要再轉賣的時候 你可能還要做一些 這個費用的支出 是成本啊 你要帶人家來看房子啊 你要陪人家 是啊 你也是要跟他談啊 是不是 非常多的成本 還有就是說豪宅稅啊 什麼的 你持有的一個成本啊 地價稅 房屋稅啊 其實都是成本啊 我想這些豪宅稅 就是持屋以後的持屋稅 但我現在要講的是短鈔 好短鈔 一年兩年我講房屋稅 當時 房地合一稅 最重要就是打這個很短鈔 這一年內兩年內 這一次大家都知道 7月1號的房地合一的2.0版 大家都知道吧 這個當然不在現在的 我不知道沒關係 教授您可以講 這個非常的重要 那我剛強調這個短鈔投資 它有好幾個內涵啊 它裡面最少有三大內涵 第一個就是打短鈔這一塊 對 一年延長到兩年 你交45% 那你剛講的其他費用扣掉 你再拿掉capital gain的45% 其實你算是有限 兩年的把你延長到5年 也就是原來你可以撐個一年 少繳一點 或者撐兩年之後 你只要繳28%的人 現在你要撐5年 可是 那你有多少支盈成本 沒有問題啊 很多人問說 就是一年內賣房子是45% 是盡力的45%啊 可以扣掉這些成本不是嗎 先是盡力沒有錯啊 沒有盡力 但是你盡力45%拿掉之後 你其他還有很多的費用 你有些還要算掉 不是先扣掉嗎 沒有 先扣掉 但你扣掉之後 你有的可以扣 有的不能扣 有些成本 你不可能算去 算得進去 在你在先預扣的部分 我懂 好那不管怎麼說 就算你扣掉大部分 你剩下的拿45% 你剩下的可能就比較少了 是 那是再扣到45% 那你時間盡力啊 這些其他的持有成本 你還是划不來 所以他就是打這短抄 那現在把你延長到5年 有的人就撐不下去了 光你後住這3、5年 你也有利息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打短抄的投資客 還有一個就是有人都知道 就是你自己持有的話 你當時就是45、35% 這樣的一個集聚 很多人很聰明嘛 一開始就發現說 那我就成立一個機構 這個商業機構 或者就一個公司來做嘛 那就是當17%的稅嘛 公司這個所得稅 頂多後來升到現在20% 你還是比較少 那就會很多人轉到所謂的公司 來做這個房屋的買賣 你就會發現 後來台灣有非常的公私戶 都在買賣房子 很奇怪 其實房地盒水有打這一塊 打得非常重 還有一塊非常重要的 就是預售屋 預售屋裡面 它把你比照成 也就是一樣 就是尤其我講的房地2.0 這一塊 就是讓你這個 所謂買賣紅單 當時只是做一個 預買的一個 類似MOU這個意象書的 紅單買賣就賺capital gain 那就沒有這個稅的問題的 它一樣把你拉入 你覺得這樣子是不是 把所有的短鈔投機客 都打進去了 是 但是我還必須說明 這個市場 其實這些人還是有限的 真的人在市場做這樣鈔 就是這些人而已 那打了以後 還是有些人 他有自有資金 他還是可以撐 好了那現在呢 政府 他有另外一種叫做 也就是選擇性信用貸款 現在各位看到這個螢幕上的 不管是第二戶 第幾戶 或者自然人 或者公司法人有沒有 這些不管第幾戶 他都會從原來修正前的 四成 當然有的不變對不對 他有一些考量 那在有一些 就從比較高的 6成5變成6 然後5呢 5.5的變成5 諸如此類的 這是最近的一次出招 在之前呢 也是一次從這個 所謂的7打到6 打到5 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現在看到的 這些就是政府頻頻出招 一直讓你想要借貸銀行的錢 來做所謂的房子操作的人 讓你呢不會那麼容易的 像銀行借到錢 好像是台北是8000萬銀站 也是只能帶5成5嗎 是不是 是 是5成5嗎 還是5成5嗎 他這個一直在調整 一直在調整 他這個從6啊 到5成5到5成這樣子 對 那而且他還這個 在你的公司戶 法人戶 還有你的第幾戶 第二戶 第三戶 第四戶 各有不同 好 這是有一個類似精算 但也沒有那麼精算的一個 算學 數學是算出來的 好 那就是政府打房 那我現在要講 就下面就有一個重點 所以央陽打房 你有沒有打到房 那有 打到什麼 打到炒房 你看 我們只打到炒房 但是你對房價 是沒有辦法真正打到的 這就是重點 也就是說 大家說 那我們還是想買房子 那你一直打 只打到這些投機客出廠 房價還是在漲 那我們怎麼辦 那沒辦法 所以央陽那個行長 才會講出那句話 這目標真的很難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那台灣房子的未來怎麼辦呢 我這樣分析 以最少目前的狀況 你想台灣啊 土地稀有性 我想大家都知道 台灣就這樣子 因為蛋黃地 你像台北市分這幾區 尤其中心這幾區 你怎麼去買到地 建商只要有 我跟你講 真正列地搶建 你不覺得嗎 所以這個時候土地價格 你看你在標價 有時候你會很突兀 怎麼那麼高啊 有高到這個樣子嗎 因為如果這個地夠大 很多台灣有很大的一些財團 就會去列地 然後搶建 這時候你會發覺 土地價格一直飆高 越來越高 因為它是標價的 對 那你標價完以後 你要賣 你要賣 你這個標 這個 譬如說這個已經標了300億了 你平均算一算 你這個成本 可能這個房價就要100萬 那怎麼辦 那周遭土地也一起漲 對啊 除了之下 我先講就是土地的稀有性 造成這個地有限嘛 有地稀有財 所以 它就會轉嫁到民眾 所以這個轉嫁民眾 這個就變成了 讓這個房價 你費高 就會高了 這一定就會高 那第二個呢 就是觀望等待這個持平 這個價格持平在進去的 台灣現在的人 去看這個供需市場 這個現在絕對有所謂的 超額需求的狀況 就是 assess demand for housing 所以 你就會發現很多人說 啊 糟糕 這個房價看起來沒有最高耶 只有更高 可是有些人說 現在少死化了 會不會像日本一樣 這個我要最後講 這個我講最後 好不好 這個主持人跳得很快 我先講最後一張好不好 我會補充一些 講未來 我們還有更多的 更遠的未來 我想現在狀況的 目前的短期未來 是 還有一個東西 他們就會認為說 買不起 你還是得買啊 你還是要住啊 所以在某些這個 心態之下 你就有 鋼筋需求的存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第二個 再來外在因素 各位想一下 從2018年3月22號 中美貿易戰 或美中貿易戰 大國博弈之後 一路走來 世界有多少東西被打亂掉 再來COVID-19 這個更嚴重 這疫情蔓延 到現在 各位 全世界有最少三樣東西 一個勞動力 已經非常多的斷層 就所謂斷裂 第二個資本財 也很多斷裂 我們更重要的 剛剛有幾個分析股市 你就知道 很多的電源產業 你們就所謂的 科技鏈的斷裂 為什麼有些股市 會漲這麼高 為什麼金源片 將來會好像供應 最少在未來 是看不到底的 就是因為這個 所謂的斷裂的問題 供應鏈斷裂 產業供應鏈 真的斷到 所有的東西都會漲價 我跟你講很重要的就是 房地產的建材 一些原物料漲價 建材漲價 那些東西已經稀缺了 你就會發現 這很嚴重 供需適合 價格就飆漲 這時候一飆漲的時候 我跟你講 那建築成本一推升 那怎麼辦 那再加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疫情有沒有 疫情剛開始大家都很惶恐 不敢出門 我知道 可是它有回復性的需求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 報復需求 不過報復需求比較短暫 未來還是要回復 你的所謂的民生必需的 11住行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會讓房價 隨之起舞 你分析一下這些東西 所有的內在外在因素 你說房子 在最近的幾年內 會跌嗎 很難 會轉折嗎 等一下我再講 什麼時候 可能會有轉折的時候 什麼時候 好 那待會再說 好 我們先講 台灣現在適合買房嗎 什麼時候該是最好的10點 買股票一樣有折時折股 我想房子一樣有折時 這更重要 當然折股就是看你要買套房 買什麼公寓或什麼的 好 那我們講10點 我們先看一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外在因素 其實你觀察這個 你就比較容易知道10點 全世界所有東西 我認為會影響到 大的一些資本財的東西 最影響的這個變數 就是利率 貨幣市場的第一個重要要素 就是利率 那全世界的這個 Benchmark就是利率的指標 就是Fed Fund Rate 大家知道 美國聯邦基準利率 那大家知道 Fed最近 除了我們講利率降息 就是為了這個市場景氣刺激 它是一個吃補藥的狀況 那傳統的貨幣政策 可是有一個QE QE是什麼東西 大家知道 就是量化寬鬆 現在大家談的都不是利息上升 所以短期還是不可能降價 那短期談的是 所謂的資金太多的洪流 可能會收回去的 就是QE的縮表 那縮表 每個月的open-ended 無結尾的 這個所謂的open-ended quantity easing 它現在也不是1200億 全部收完 你去看2014年是收了10個月 才從850億收到0 它一樣是慢慢收 所以資金會慢慢回流 當然資金也是造成 房價起來的一個部分的重要 當然股市是最容易受到影響 但股市我覺得 當然我會認為 再過半年要小心一點 因為時間差不多 因為很多人想知道重點 這個其實我們之前都有教過 不好意思 想要問一下問題 這個簡單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QE大家知道 可是問題大家想要知道 是說那QE完以後呢 所以你覺得是QE完以後 或是說結束完以後 升級的時候 才是買房的17點 好 那我等一下講時間 所以時間一下就到了是不是 對 差不多 您繼續說 還有幾分鐘 沒關係您繼續說 好 那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個 我想美國就有兩波嘛 特效要一定先來 特效要完了以後 才會做升級的動作 升級就會影響到 整個全世界的房子 那我先講一下 升級還要看升級到什麼階段 你現在開始是0到0.25 這樣子升 當然全世界都會加一些碼 你升到了0.5到0.75 我覺得影響都還有限 但是如果升到 像2018、19之後 馬上升到1.5、1.75 就有可能會影響 當然如果景氣大好 升到很快 就會很快的影響 我先聲明一下 全世界都認為這個利息 有可能最早的聲音是 2023才可能會開始做升級動作 可是現在提前 大家都也聽說了 也可能會在2022年中 當這個都要看Fed他們的開會 那明年中如果真的升級 它只是微微頂多是一馬一馬開始 我覺得2023年到2025年 可能也不是下降了 是應該就會稍微持平 然後未來還是有很多會推漲的可能性 所以我認為 我現在觀看2023年 可能這個時點會比較持平 那麼當然還有 我們現在的原物料短缺 沒漲那麼多了 是不是 也就是2023年 現在你看 如果先不買到2023年還會漲 都不會下滑 但是到2023年可能我覺得 會微微在利息提高 以及產業稍微 這個所謂完美分工又結合之後 那麼我們的這個 所謂原物料的價格稍微回穩 能力回穩之後 可是這樣好玩啊 會稍微回來一點 可是2022年是漲了一年啊 是 2023年你跌又不一定 跌幅又不一定可以吃掉漲 你不肯跌很多 這個會像2018年底 2019年一樣 稍跌再回來 聽你這樣講 那最適合買房就是現在 就是right now 因為你以為你2022年還是會漲啊 2023年可能會跌 可是你說跌不會很多 啊中餐期2024年還是拉 對 如果你拉長看 整個市場房子的確是這樣 所以買房子就現在啊 所以現在到2020年 可能還會漲一點 但2023年有可能會回穩一些 可是你也不知道 那回穩多少 可是也不會太大 沒有錯 這就是我們講的供需 整個市場 要買就在2023年之前 之後還會漲 基本上我這樣子建議 就是說 當然你現在可以買 很多人都講嘛 這個你持有房子 將來就會有好的未來 就是這樣子 好 看清楚 所以你現在反正這樣 最重要的利率 可是利率只是短期的 那大家 那少子化不會影響嗎 少子化會 好 我就有講一個 其實讓你看到 我們台灣的未來是很可怕的 我們都知道高齡化 甚至Super Agent 就是超高齡化的未來 很快就會到來 這個的確會讓台灣 我們剛講超額的需求 到未來會有超過的東西 現在已經生不如死了 所以現在有很多可能會換房 也就是老屋 老屋要選擇要小心 換到老屋 如果你換到老屋又沒有地 你可能就沒有價值 因為老屋就會沒有用 很多人會想住新房 但如果換到老屋有地 你可能有更好的未來 因為當然你要看地幕 你可能商山地 商市地 將來所謂的都根題材 當然這個所謂都根題材 一定是蛋黃區比較有用的地 才有用 那所以你覺得少子化還是會 多少會影響 多少會影響 但是這個可能還要再看五年 十年之後 當這個所謂的 鋼琴需求慢幣消化之後的 十年後的為例 好 教授謝謝你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先問一下 我想講一下 剛剛我有注意到教授一直看這邊 難道是發現 有人像金城武 好 這什麼東西啊 我講一下 我欣賞有自信的人 我想先講一下 那個大家有沒有發現 好 房市跟股市討論的有沒有 都差不多 都在討論什麼 減債升息 對不對 所以低利率之下 我認為房市都是有機會去向上 但是你要觀察它的轉折點 一樣 我相信教授一定跟我講的一樣 利率才是最大的重點 對不對 如果利率向上的話 房市很容易會反轉 利率還有不同的利率水準 看來去分析這個市場的需求 我先講一下這個人的自信心 我欣賞您的帥氣的就是自信心 我是因為是新朋友第一次來 不知道童謠往哪裡轉 對啊 那些謝謝 謝謝教授 其實今天節目很精采 既然今天房市還有肉嗎 專家透露 房價轉折點在這邊 好不好 那轉折點告訴你其實 應該是要買差不多現在 因為其實雖然升息會下一點房價 對如果是自用的話 真的是趁早買就好 可是就是自用 你沒有太大的借到 沒有投資的話 沒有借到壓力的話 好不好 所以是這樣子 這個是好像很多同學 都不想聽的結果 好不好 那個什麼結果 什麼是不想聽的結果 就是房價會一直漲 好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瘋狂股市福利社 像今天禮拜四 二四是教學 一三五是解盤 比較貼近盤面的 然後比較更深入股票的 每週一到週五 晚今天八點準時上線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最後喊一下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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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怎麼這樣 欸欸欸欸 7月半已經過了 那你不要嚇我 你有沒有感覺到台股硬硬的 有沒有感覺到捨捨 不不不 台股硬硬的 來 先你投資給你 嘿嘿 來 先你投資給你 你有意思啊 你這樣做多分對的好不好 我沒有 真假刀啊 假刀怎麼知道嗎 你幹嘛 大白是送你啊 你怎麼那麼多 欸欸欸 身體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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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大哥 他沒有輸 他最後沒有輸 他是大跑的 他落跑 他輸了 他沒有輸 大哥就掉了 沒有 大哥沒有輸 可以 你是要打 賣酒盆 賣酒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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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麼糟嗎 好 我朝晚間 快點 是直接癌著嗎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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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 你最后才講一句話 你的財富 FREE FREE FREE